你患有O型失痛,想致换人工关节吗? 手术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程序,而且过程需破坏大量原有组织,更需承受风险并发症、后遗症。 一起来看看这个手术的复杂程序。 首先,打开伤口。 用电锯切走鼓骨软端的底部,再切走近骨近端的顶部。 再切去鼓骨软端前面和后面,迎合套入假体的形状,方便假体伸屈。 量度并确保室盖垂直,以便拉直室盖。 之后,取出组织,建造一个胸隙,以便收藏假体。 试配假体是否适合。 若适合,会在骨格上转孔。 涂上人造英泥。 把腹有未凝固英泥的假体。 粘贴在骨格或骨干内。 完成。 相反,配戴膝矫形器,简单方便。 没有伤害或破坏原有组织,无需承受负作用。 配戴膝矫形器的方法,把教练中心点与斌骨顶点对齐。 再用六角时,调校矫正角度。 透正力线,拉直室盖。 最后,收紧拉醒器。 固定矫正器于室盖外。 避免滑落,且无痛行走。 比较过以上两者的过程后。 你想自换人工关节, 还是配戴膝矫形器呢?